6100 取云楼 175 过斧了 兄弟们给出了4888的价格 这是什么价格 抖币价呀 我觉得差的有点多呀 6100竟能取出戴浪逃杀的175号 老王直呼差太多了 这是一个什么玩家啊 黄成快乐和顿顿有羊肉取出的角色 应该是一个地府是吧 取出一个地府 哎呀 这老牛上来啊 上来就有一种啊 哎呀 我去 什么套手啊 175金套地府 这种号的话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没有话证 我看人修是25 21 24 宠修22 13 20 12 再加上一个吴皇 这种号吧 其实 技能有点太低了 所以说只能给你175的基础价格 4000 再加1000 5000 6000 啊 6500块钱 强壮神速没有满 技能不加钱 那6500块钱 再加上这个兔子 6700啊 6800 6900 6900 锦衣的话再加900 6900再加900 嗯 衣服染色600的话 加300 头没有染色 帽子送 香脸值点钱啊 磁行普通鞋子残余不值钱 宝宝也没有啊 兄弟们正好8000 是不是有点低了 在巅峰时刻 也是一个175 拥有浪浪黄沙染色 而且这个牛角染成了白色 跟那个衣服的话 其实毫无违和感啊 兄弟们给出了4888的价格 这是什么价格 倒闭价啊 你打8.5折看看 我觉得不能打得了 奇运楼也是个烟花 你爱买不买 不买有人买 卧槽 还真有定金还价6000的 给他太少了 不能卖了吧 卧槽 6100 群龙 175 卧府了 6100 确实挺便宜啊 175 6100 有浪浪沙啊 差不多吧 这我觉得差的有点多呀 修炼以为25 2124 宠属22啊 空号6000块钱 问题不大 他就是比空号多了点 什么乌黄了啊 小兔兔了啊 对纸浮扬了 浪浪沙染色了啊 看看宝图 浪浪沙是版主的了吗 啊 礼盒最便宜的1800吧 礼盒最便宜1800 好像是2008啊 然后我算的是礼盒价格的一半啊 那专用放谁是吗 啊 肯定要便宜点 三修倒是有点低 不过门派地府还不错 6100块钱买的 还有仓库 也没啥东西 现在不好看的祥瑞不加钱 关键你没法定义啥 祥瑞好看不好看 只能说以前的祥瑞呢 还可以啊 后出的祥瑞就不行 没花招 一点东西都没有 你是一个老牛 起名叫顿顿有羊肉 主动燃其心 好看的 谢谢观看